今晚開戰吧 小禎 好久沒有講冷笑話了 我來考考你一下 這個阿公如果出軌的 被抓到的話 會猜一個顏色 來 我是說你真的太小看我了 怎樣 這冷笑話那麼簡單 說出軌那就是 主母綠 對不對 厲害了 這麼簡單 那我考考你 主母綠 我考考你 你剛剛說阿公出軌 有要騙主母綠嗎 對不對 那如果主母最後發現這一切 都是一場誤會 猜一個飲料 可樂 不是 怎麼會是可樂 珍珠奶茶 不是 既然是一場誤會 那就是烏龍綠 觀眾朋友 到底是詭計多端太難抓 還是你們這些受害人 真的是道行太淺了 真的是 真的 對啊 那道行太淺很容易就被騙了 歡迎收看 今晚猜戰吧 首先歡迎 詭計受害者 對啊 好酷 好酷 有什麼酷 好酷的 對啊 你不是受害人 好酷的啊 好酷的啊 對啊 生氣 來 我這邊是抓鬼特工隊的 代表 謝謝 其實真的隨著科技的進步啊 就連出軌的偷吃的手法 都一直在進步 真的 一直不斷更新 推陳出新 不知道你們現在都是用什麼呢 就是大概 我已經吃宿吃很久了 吃宿吃很久了 對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以前有網友抓到另外一半就是用這個蝦皮的聊聊功能跟第三者往來 那最近又有新型的智慧型偷吃 智慧型喔 對啊 都有智慧型偷吃在那邊 有網友就分享說發現自己老公的那個LINE裡面有兩個中國信託的帳號 這很正常啊 兩個耶 兩個 中國信託帳號怎麼說 可能一個是貸款部的 然後一個可能是其他部門這樣 你偷吃是分部門的 不是嗎 不是 因為很多部門不是嗎 對 我跟你講後來就發現原來是小三把自己的這個LINE的大頭貼 名字都改成中國信託 奇怪 為什麼不改成別家銀行呢 對啊 他們傳簡訊還會要先錄製網址跟廣告的內容 然後下面還要再打回話 沒點進去的話根本就看不到對話 這好累喔 真的 你說真的是智慧型犯會 因為有時候訊息會有預覽 預覽前面就是銀行訊息 後面才是 好 來 一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就不斷進步的出軌技巧 真的是讓人家無計可施嗎 請舉牌 對啊 為什麼你們那些男人 就是一直這樣子 要一直偷吃 男人 女人也會好不好 對啦 就是說這些人為什麼要一直偷吃 你就不愛就離開好嗎 幹嘛一直在那邊偷吃啊 這很多的 很多可能有很多的因素 可能為了小孩 然後為了什麼 就沒辦法離開 沒有 就是刺激 真的 對啊 等一下 我問一下律師 像這種智慧型的偷吃 算是特例嗎 沒有 因為現在3C非常的廣泛 其實我觀察 80%以上發現出軌 都是在3C上面 就一個像剛剛小燕姐講的 就是用這個LINE 是你自己把它改成中火信託 對 它是銀行 對 然後我們也遇過了另外一種 也是滿高科技的 它是利用什麼 就是網銀不是可以備註嗎 然後在備註就開始聊天 然後因為網銀你只要按下去 就會直接匯款 所以其實它就跟幾時同沒有兩樣 他們兩個的網銀就說 嗨 我好想你 那今晚要見面嗎 全部在網銀的備註裡面 你純澤刷進去出來 就會看到一整排對話 對啊 因為這一招真的滿厲害的 新辦一個新的帳戶 純澤刷進去是本情書耶 對 有點浪漫耶 對 有點浪漫耶 對 你看的明細字 出來了 婆看到的話 這可以跟自己有另外一半玩這個 對 不要納漫 那它只要不要把自己存摺丟掉就好啦 因為不會 就永遠不收不出來 而且現在很早你在刷存摺了 其實 而且其實你就算是升起新存摺 過往的也不會印出來 我覺得這個還滿厲害的 我們撇開後面 這一個很好變成一個求婚的房型 其實如果是情侶 滿浪漫的耶 對不對 他把那求婚的字打上去 然後最後就真的把他的錢都交給他 就交給他 就交給他 你們會不會多點賺能量 這個世界 對 真的 而且你會反而是費十萬 他收到也很開心 對啊 不是 因為有錢又有浪漫 還滿不錯的 你看現在這種真的 對啊 可是這種真的防不勝防 我也是有中招過 因為我本身就是抓猴大王 我真的很會抓猴 你是說真的猴子嗎 對 你說楊維三那種 對 楊維三 那種的我比較不會抓 那另外一半如果有在 就很會抓這樣 所以我已經算是很厲害 我是那種 譬如說相機拿起來幫你拍照 他就說你擺一下 你換個姿勢 你那個領帶調一下 那個時候呢 我已經把他的訊息都看完了 邊拍照邊滑 可是你手在滑的時候 他就看得到你在滑 沒有 我就叫他調整 我說你換個姿勢 這不好不好 你看後面好 不然你看 我們拍背影 對 我們快看 但是我跟你說 很像那個矛盾大對決 因為你很會抓 你就訓練出對方很會逃這樣 所以我的第一任的時候 就是完全就是都 看不到他的訊息裡面 有任何什麼 讓我覺得懷疑的東西 對 那我就覺得 可是我又覺得 就又有個直覺 覺得怪怪的 可是你又說不上來 又沒有證據 直到有一天 就是他就是很常在玩 一個那種消保時的遊戲 然後他就放著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想說 每天都要玩這個 都要玩什麼 我就拿起來看這樣 遊戲裡 他居然有訊息的功能 然後就跳出一個訊息來 就說 你今天有想我嗎 我就想說 想個屁啊 玩一個消保時 你想個屁啊 難怪每天都玩 我才知道 就是他每天都在玩 然後那個功能就是 可以線上聊天 可以聊天 而且因為他的遊戲 他主要是為你 因為你有時候玩一玩 會沒有命 你就要花錢買 不是跟人家要 然後你可以從那個遊戲的排行榜 譬如說台灣排行榜 北區排行榜 全球排行榜 去家人 家人之後 你就會有跟他的對話框 你可以跟他要命這樣 然後呢 要命 不是要命 要命 要愛心 要愛心 可以繼續玩 然後他的對話有一個 最恐怖的功能就是 你只要關掉遊戲 對話就消失了 所以就變成他偷情最好的工具 所以證據就不會留下來 證據真的留不下來 而且我就只有那一句 我前面也沒有 我就只好拿他那句問他 他說我不知道 不認識他 就打死不認那種的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去對照一些他LINE 那個人的帳號 跟他那個訊息的那個 對話框那些 我才對照出來說 就是這個人這樣 然後我才真的抓到 然後才跟他吵架這樣 現在開始玩蕭寶石人 都注意了 對啊 而且我跟你說 Peter就這樣 你抓到一個他講一個 他絕對不會跟你講後面 當然不可能 他不會多講的 所以真的要自己認認的查證據 而且他會看到你 看到哪裡 然後講到哪裡這樣 然後另外還有一招 也是3C類的這樣 就是 而且我覺得我就是真的傻這樣 我還幫他接這個小燦的電話 還拿給他聽這樣 因為他就是把那個小燦的名字 跟剛剛中國信託一樣 可是他更狠一點 他是改成他媽的名字 我怎麼可能會去接他媽的電話 我也不會去看他媽的那個 什麼東西這樣 而且我一看到水下 你媽打給你 等一下要打給你 他說好好好 他好煩喔 我去旁邊講一下 他每次都聽到什麼 又怎樣怎樣 我就去旁邊講很久 然後有時候會說 好啦好啦 我會早點回家啦 什麼想你啦 什麼的這樣 這種這樣 可是你也 這樣聽之下也覺得好厲害而已 因為我就覺得 他說我媽好煩喔 我媽每次都跟好像女朋友一樣 什麼什麼那種的這樣 然後會講一些那些東西 然後最後 最後真的有一天就是 我跟他說那個誰誰誰的電話 他說你自己看這樣 然後我就滑滑滑滑就想 怎麼兩個什麼 譬如說什麼林月娥這樣 怎麼兩個林月娥這樣 兩個林月娥這樣 我想說不對啊 然後所以我就問他說 怎麼有兩個 他說 因為我不知道耶 好像有兩支手機這樣 然後我就不信 我想說奇怪 但是我跟他家人都熟 我就問他哥說 你媽媽有這個電話嗎 他說沒有 然後我就打去 就根本就不是 我就自己親自打 這樣聽一聽 覺得你的這個感情度好坎坷 很難抓耶 所以被騙那樣 我告訴你 我那個也是改名字 然後他改名字改成 聽起來就很奇怪有沒有 有 奇怪嗎 可是誰啊 他有在大量慶腳白筍嗎 沒有 沒有 可是你那個也抓不到 這個女生的腿很漂亮 對 他的腳白筍 然後一開始 我還沒有發現 我是有一次 然後就好像拿他手機 不曉得要用什麼東西 然後我才發現說腳白筍 我說腳白筍是誰啊 他說 腳白筍就之前 你記不記得 我上次就跟那個誰 去金山那邊 我們就去採腳白筍 這是賣腳白筍的老闆 我想好 腳白筍 然後呢 這我完全沒有覺得怎麼樣 一直到有一天 大概晚上十一點多吧 我想說 明天會進一批 腳白筍 你真的想不要 不要 合理啊 那這樣講什麼 我本來也有這種想法 但我還是覺得不對勁 你知道人就有第六個 我想腳白筍 那還好啊 腳白筍老闆 說不定要跟他講到進貨嗎 然後這樣 喂 不講話 喂 喂 喂 不講話 好 掛掉 隔不到五分鐘 又打來 我又接 喂 喂 你是腳白筍老闆嗎 我還講 腳白筍 你是腳白筍老闆嗎 他電話就掛掉了 他洗完澡出來 我就說 腳白筍老闆打給你 你要不要回他電話 他說不用啊 不用 我說為什麼不用 他說不定要跟你說有貨啊 要摘新的腳白筍 你要買嗎這樣子 你多想吃腳白筍 沒有 真的 我就當下只是覺得很 就是很正常生活的東西 那我就想說 那你要回嗎 他說不用 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那時候我只覺得怪 可是又覺得也還好啊 因為他又沒有 感覺有神情緊張的樣子 好 有一次呢 我在用他的手機 剛好看那個腳白筍的訊息 我就點進去看 裡面是空的 這也很聰明 我突然覺得說 這一點都不聰明 這很詭異好不好 超怪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有鬼了 因為你真的把他清空了 你太詭異了 因為如果你沒有怎麼樣的話 你不會把你的對話清掉 對不對 那我就在找他的那個 通訊錄裡面 看有沒有腳白筍 可是怎麼看都沒有啊 他通訊錄裡面沒有腳白筍 結果又隔了幾天 打了一個電話 腳白筍 然後我又把他接起來 他又不講話 我就直接問他說 腳白筍到底是誰 你真的燃起我那種挑戰慾 是不是 很想知道 因為我一開始 我只是覺得說 小白筍還好 對 我真的覺得我是柯南 我就覺得 到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查清楚 什麼時候啊 太難找了 去金山問 沒一家 金山太大了 就這時候 我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前幾天去金山 然後去吃飯去幹嘛 我就突然覺得 就把這事情鬥在一起 我想說你們有一起去 他說沒有啊 我們有約 後來我們沒有去 但他說他有去腳白筍 是不是 然後我就覺得更怪了 後來我就在他手機裡面 我只是想要找有沒有 腳白筍的蛛絲馬跡 找... 我找到一個電話了 但是那個電話裡面 又不叫腳白筍了 那個電話裡面寫 然後我就把 因為前面聽到朋友講說 他們去金山採腳白筍 然後泡湯 我就把這個湯跟腳白筍 就對在一起 然後我就試著點開看看 我有看到一組號碼 我就有印象這個號碼了 突然有一天 我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就看到 這號碼好熟喔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 然後突然想說 我在哪裡看過 我在哪裡看過 想... 然後我就想說 湯 那跟腳白筍 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一次我們去吃飯 因為我發現那個湯 是我們其中一個 共同的朋友 我就說 那我們要不要順便送他回家 反正我等一下要去哪裡 拿一個東西 可以順路送你這樣子 我就用一個 你知道 車子 上車你會連結 然後接到你的手機 你的話想 訊息一下 對... 然後可以聽音樂 對不對 他上車就連結到 我就看到上面寫 腳白筍三個字 然後我就轉頭看一下 我那時候的男朋友 我這樣看一下他 然後他就這樣看一下我 很專心的開車 裝不在... 裝不在... 那一台是失速列車的 好恐怖喔 他就很專心的開車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 背後的人已經是 腳白筍已良 腳白筍已良 他已經在擔心了 然後我就完全不講話 一直到家之後 我說你說清楚 腳白筍到底是誰 為什麼跟他有關係 而且為什麼他一上車 就連結到他的手機 不是連到我的手機 到底他是你女朋友 還是我是你女朋友 然後他就說 沒有 就上次 因為我們有約去 那個... 不是大家一起約嗎 就說要去那個 排腳白筍 然後結果就要去泡湯 我說你不用再騙我了 明明那天後來 他們大家都沒有去 他說有... 有去 我說有去 你跟誰去 他就不敢講話 我說你跟誰去 他說 兩個人泡湯 對 所以就變成有 腳白筍湯這樣子 有一個腳白筍跟一個湯 然後後來我就很火 我就去問那個女生 我說你是我朋友耶 然後你跟我男朋友 你也明明知道他是我男朋友 那我覺得你這樣 你覺得好嗎 他說沒有啊 因為那天我也不是故意的 就他們約 我也不曉得到最後為什麼 只剩我跟他兩個人 然後因為那天又下雨很冷 我們淋雨很冷 然後就說他要去泡湯 然後我就去泡湯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訂的房間 是只有一間的 是那種無止境的蝦 再也不吃腳白筍 再也不吃腳白筍 不賭他 真的很誇張對不對 那你後來有分開嗎 當然是沒有在一起啦 不可能在一起了吧這個 對啊